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 钢琴和弦乐基本上已经被打上了高雅的标签 那高大上的钢琴和弦乐到底该如何录制 让我们通过重制听懂耳机系列的试听曲Vision为大家逐一讲解 OK 我们先讲解钢琴该如何录制 首先关于麦克风的选择 我们首先在钢琴开口方向的侧面中心的斜上方 布置两只全指向的小振膜麦克风 以AB立体声的制式来收音 AB制式就是两只全指向麦克风平行布置 并且两只麦克风的距离最好不要超过30厘米 这样能模拟我们人耳的耳距宽度 麦克风的振膜指向三角钢琴三点延伸出来的位置 关于收音距离 这两只麦克风我们距离发声点大概在1.5米的距离 当然这个距离越大 录出来的声音空间感就会越强 会录到更多的房间混响进来 距离越近录出来的钢琴声便越干 房间混响就越弱 除了这两只麦克风 我们还在钢琴两端较为中心区域的上方 振膜垂直布置一支超新型指向麦克风 去拾取较为平均的钢琴音色 另外在钢琴的后端 我们还布置了一支超新型指向的小针目麦克风 45度斜向指向钢琴的低频区域 去补充低频 这样就能收入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钢琴音色 相较于新型指向采用超新型的小针目麦克风的话 中频听起来就没那么凸起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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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小提琴的录制 我们选择布置两支铝带麦克风 以AB的立体声制式收音 布置在演奏者的斜上方的位置 铝带麦克风的声音会润色小提琴的极高频 音色听上去会更为润滑 减少一些刺耳感 另外让我们还额外布置了一支新型指向的小针目麦克风 去拾取频率更为齐全的小针目音色 保留极高频的一些声音细节 在后期会音的时候 可以根据不同的音乐风格调整 这两组麦克风的音量比例 OK单独小提琴的录制方法 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介绍一下高大上的弦乐队又该如何录制 通常弦乐队会根据不同的编制 得到不一样的弦乐音色 最常见的弦乐队的编制便是 86442编制 8就是8把小提琴1组 6就是6把小提琴2组 44就是4把中提琴组和4把大提琴组 2就是低音提琴组 也就是double bass组 采用86442编制录制的弦乐声音 较为绵远流长 像流水一样润滑 乐队感十足 不同弦乐组在录音棚当中的位置 我们也做了一张图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除了86442编制 还有543312111编制等等 人数越少 乐队组声音就会越薄 越会突出不同乐器 单独的solo音色 当然录制价格也会越便宜 关于麦克风的摆位 首先我们需要在整个乐队 横截面的中心位置的上方 布置Decatree制式的麦克风组 Decatree的制式 由三支全指向麦克风 以等腰三角形的方式布置 左右麦克风距离2米 分别对应左右声道 中间麦克风距离左右麦克风 在1.5米 对应中间声道 Decatree的作用 可以充分的拾取时间差 以及不同反射的声音信息 定位则更为精准 传统的Decatree是由Neumann M50组成 但是我们使用的是DPA4006 全指向小振膜麦克风 质感会更好一些 另外在Decatree的后方 我们还平行布置了两支 AB立体声制式的 环境声音麦克风 指向乐队所在方 可以增加声音的深度 和房间的自然混响 通常麦克风会选择 使用两支全指向麦克风 或者两支宽心型指向麦克风 另外在Decatree的两侧 还布置了两支侧展麦克风 用来补充整个弦乐组声场的宽度 侧展麦克风 距离Decatree大约在3米左右即可 通常使用两支全指向的麦克风 倾斜向下指向弦乐队 角度可以根据听觉进行调整 最后我们通常还会布置有点位麦克风 在不同行乐组靠近首席位置的斜上方进行布置 根据曲风会决定点位麦克风的收音距离 比如说我们想录制更多的乐器细节 就多靠近一些首席乐手 反之则稍微调远收音距离即可 以上麦克风的布置是经典的前乐队的录制方式 现在由于很多项目需要混缩成杜比天影声的规格 所以说还需要进行天空声道的收音 布置的方式便是在乐队的前方 由四支新型指向的麦克风组成Square制式 或者组成双ORTF制式 来收取防顶的一些反射信息 通常这四支麦克风们要避开主支搭声的收录 要多以反射声为主 避免产生更多的香味问题 OK 希望本期视频能为大家录制钢琴弦乐 带来一些科普和帮助 感谢WinterBio录音棚的为本期视频提供了大力支持 别忘了观众他们的账号 另外如果感觉视频还不错 球弹球都必须转发的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